夫子若是不管 你想怎样 退学 随便 你若退学 我可以把余连那个魔中来的唐小唐 提上来给他们当十三师妹 若唐小唐舍不得他的师父 我看他养的那头皮皮狼甚是机灵 可以当个十三师狗 哦不 十三师狼也未必不可 叶红鱼大合一见斩下了裁决神官 自此离开了西陵神殿 却不想此女进来到唐国寻找宁缺 宁缺 马上给我找间屋子 我要在这住下来 宁缺自是不知叶红鱼又要玩什么把戏 只见其时常呆呆地看着手中紧怕 这正是那日在魔宗山门 宁缺用此物踢叶红鱼伤口包扎 莫不成是因自己撒爽英姿 又迷惑俘虏了一少女芳心 可如今自己已和桑桑情定终生 又怎可再无故招惹是非 只好赶忙回到书院寻找夫子庇佑 哪想夫子却一副置之不理 任凭宁缺已退学相逼 却依旧讨不得一丝怜悯 而此时 将军夏侯已回到都城 说是要亲口向陛下请辞谢甲归田 实则早已密谋西陵神殿 要清算15年前那一笔旧账 让他侥幸活了15年 现在该是到了了结的时候了 难道传言是真 凌王之子 杀了他 替天行刀 次日 宁缺便收到夏侯请柬相邀 叶红鱼担心宁缺安危 便提出要与其共同赴宴 可夏侯如今早已是金飞西笔 半立通天丸直接破镜五道巅峰 即便有道吃一旁守护又如何 你就是一只蚂蚁 你从逃离的那一刻起 结局就已经被注定了 你的这条命 是我一时大意送给你 好好的珍惜 夏侯此举自是为了激怒宁缺 倘若宁缺率先动手 那传扬出去不过是自己 不慎误杀了十三先生 却不想宁缺依旧是心如止水 夏侯见如此不成 索性说起那15年前的面门惨案 自己将你林将军府满门途径 如今是父仇人就在面前 却又不敢轻举妄动 夫子门声荡真可笑 紧接夏侯又继续说道 自己辞官隐世后便可逍遥快悟 而你却只能背负一生的仇恨 羞辱的苟活于事件 接二连三的言语相机 让宁缺彻底按捺不住 本想拔出那身旁的坡刀 却不料被叶红鱼出手制止 其心中自食之小 仅凭宁缺此刻的实力 对战夏侯无疑是以卵击时 当下客气说道 眼前这位大将军 行将就命 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无论如何 这顿饭都该是我们钱 全当为他送仙 叶红鱼说罢便支出手中玉琢 带着宁缺便是要转身离去 只是这玉琢尚未近身 便已是碎裂成粉末 该死的不该死的都会死 就看谁先死了 想来两人日后终有一战 只是此战却牵动了叶红鱼 或许是那荒原异形的羁绊 让这道吃内心都掀起一丝波澜 晚上叶红鱼独自找到宁缺 竟将剑胜柳白的大河建议直接相赠 不为其他 无法承受其中威压 如此一幕被远处的叶红鱼看在眼中 次日一早便要宁缺与七一战 毕竟修行者速成的捷径便是实战 尽管叶红鱼体内重伤未遇 可他却依旧愿为他人磨刀 闲暇之余 叶红鱼还会指导桑桑如何控制浩天神灰 毕竟人多 力量大 我家桑桑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你家小侍女的修行天赋有多高 我知道很高 但不知道具体多高 非常高 高到如果我是你 一定羞愧致死 我又不是被采花贼夺针奏的姑娘 我干嘛那么容易羞愧致死 想不到宁缺的无心之语 意外刺痛了叶红鱼的心 那童年时留下的伤痛 从来都是他挥之不去的阴暗 当这件事件结束以后 我一定会亲手杀掉你 哪怕是引起了西连和唐国的战争 也在所不惜 叶红鱼说罢便转身离去 只留下宁缺在风中凌乱 而另一边 大先生里慢慢找到了唐王 毕竟是自家的小师弟 总归需要自己来疼爱 夫子的意思是 错了便是错了 请陛下为当年临府之事 做个了断 朕会给宁缺和将军府 一个交代